辣椒油十人做,九人都做不好 不是大福了带点苦味 就是香味没有做出来 总感觉自己做的比饭店做的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今天我就把四川辣椒油最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也是最简单最赏用的家常做法 首先第一步要来准备半斤的辣椒粉 这个辣椒粉它有点特殊 它是由三种辣椒炒过之后再来中碎的 在四川一般菜市场都可以买得到 当然买不到的朋友就可以直接买普通的辣椒粉 它主要是由这三种辣椒 第一种叫做二斤条 它的颜色好看,香味特别浓,辣度属于微辣 第二种叫做贵州子弹腾 贵州子弹腾香味是特香,辣度属于中辣 就是给红油提点辣度和香味的 第三种叫荷兰新一代 荷兰新一代是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 香度一般,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辣度 主要是增加颜色的 这样子搭配的话就是既有辣味又有香味还有颜色 第二个就是做红油必备的菜籽油 菜籽油它既黄亮,香味也浓 如果你是用其他的油炼的话 炼出来肯定就会差点意思 半斤辣椒面搭配在这里三斤唇菜籽油 98号的那种 第三个是增香料 姜葱蒜洋葱 葱的话我准备的比较多 反正就是切成这样的结就可以了 这些最后都是不要的 多一点香味还更浓一点 主要是增加香味给油 姜葱蒜的话就没有具体多少克了哈 第四个就是香料 随便配一点八卦 大料 沙仁 梳子皮皮 白扣 橙皮 草果 贝纸 梳子 叶叶 先加清水 给它提前泡发一下 主要是避免等一会儿炸糊 最后一个是这个贝鸡麻 一斤油 配一两鸡麻 总共150克带皮的哈 香味才更浓 土豆土豆 我是地瓜 所有食材已经准备就绪 请指示 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 土豆不给我下指示 咱们就自己先把油给它炼出来 扣起再说 三斤油全部下锅 先炼熟 菜籽油烧至七成热 刚刚开始冒烟的时候 就算炼熟了 加掉慢慢的把姜葱全部放下去 尽量的把水分控干 用中小火慢慢的炸 不要慌 不要忙 这些姜葱蒜还有洋葱 全部都炸干香的 用漏瓢先把它漏出来 不要 第二步泡好的香料给它倒进去 小火慢慢的沁炸 把香味炸出来就可以了 香料炸香过后 用漏瓢漏出来不要 油温大约甚至七成热 把芝麻放下去炸 记住炸芝麻一定要用一个漏瓢 像我这样子炸 才不会炸到处都是 还有一个就是要高油温炸芝麻 才能够把它的香味浸出来 一定要给它炸透 并且炸饱满 等一会儿它才会浮在油上面 不然全部都会沉下去 到时候不好看 香味也不够 全部都炸香炸黄后 先给它露出来控油 这个时候油温差不多也是200度左右 可以关火了 辣椒粉先倒一半 在这个大的缸里面 趁热的时候 先给它来上四分之一的热油 边浇热油边搅拌 这样子才能彻底的 把辣椒粉的香味给它呛出来 全部搅匀 倒入另一半的辣椒粉 再次的快速搅匀降温 第一半的辣椒粉是增加福辣香 第二半的就是增加颜色和微香 这时候锅里面的油温还有170-180度比较高 我们让它冷到140度左右再加 油温现在140度左右 再给它浇入一半的油 同样的边加边搅拌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了 要等油冷一会儿再来加了 虽然说你看着它油温已经不高了 但是里面始终是有余温 如果你油加的太多的话 很容易就余温把它呛浮了 做出来就是苦的 油温大概能来只有90度左右 也就是三成油温的时候 再慢慢的给它加进去 还是要用勺子给它不停的搅拌 避免炸浮 红油如果炸浮了 它就没有香味 就是黑色的 并且是挂苦的 这样它再把炸好的这个鸡马给它放下去 立马就铺在这个表面了 看起来就很爽 现在呢 还有很多辣椒皮铺在表面 给它泡24小时之后 辣椒皮就会沉下去 表皮只剩芝麻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表皮全是芝麻 然后颜色也是超级的红亮 红油呢 现在就闻得到特别的香了 但是红油一般做好之后 都不是当场使用的 都要扣过24个小时之后 它的颜色才会更加的红 香味才会更加的浓 拿个盖子扛起来 不要让香味跑了 别人闻到了就不划算 毕竟是自己花的钱 香味留着自己闻 整个厨房里面现在都弥漫着 这个红油的那种香味 真的太爽了 红油在四川用法就不多说了 太多太多了 拌菜也好 拌面也好 各种各样的小吃 基本上可以说是厨房 必备的一个调料 也是川味凉菜的灵魂 所以大家一定要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 咱们自己做一点 吃什么都方便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